好继续来看到南区的消息了 从去年918大地震将花莲南区高辽 轮田玉长大桥断掉之后呢 民众的交通是大大受到影响了 并且杜苏瑞台风来袭 也将高辽变道以及轮田变道桥来冲毁 就有民众反应迟迟都没有看到动工来抢修 而县议员中速镇也表示 请民众放心全部都会动工来修复 工程的预算经费也都已经到位了 目前预计在10月份就会开始动工 从去年918大地震将花莲南区高辽 轮田玉长大桥断桥之后 民众交通大大的受到影响 并且从杜苏瑞台风来袭 也将高辽变道以及轮田变道桥冲毁 交通非常不便 就有民众反应迟迟没有看到动工修复 县议员中速镇表示 请民众放心全部都会动工来修复 工程的预算经费也都到位 已经在发包中 现在就是只要我们发包顺利 我们的工期就马上开始 到10月10月大家就看得到我们的执行 请大家放心一定会做 所有的大桥绝对会做 至于变道桥的部分 中速镇表示 原本这两座冲毁的变道桥 分别预计在8月21 以及8月25号动工修复 不过却又遇上了海葵台风夹带的好大雨 我们也还好在这个当下 我们的动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所以我们这个变桥没有做好 又被流失掉了 这一次我们绝对变桥 还是要架构给大家来先做 这一两年来我们一定在新的大桥 还没做完之前 变桥就会让大家继续来通过 现员中速镇希望民众在等待 因为天后也会跟着连带影响到抢修工程 现政府是一定会来做修复 尽快来恢复民众型的安全 以及交通的便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